今天我们讲第16个问题 第16个小问题是地支暗河 地支除了明河 就是六河和三河局是明河以外 地支还有暗河 地支暗河共有三个 那么这三个是 淫丑暗河 五亥暗河 卯身暗河 在这里我们重点记得是 云丑暗河 它主要是云中扁火与丑中心金河 也就是天干五河的丙心河 那我们要记住云丑河 云丑河是银木和丑土河 可是真正起作用关系的是 云中的扁火和丑中的心金河 五亥暗河 五亥暗河是五中丁火与亥中润水来河 当我们看到有五亥和的这个组合的时候 我们一定知道它是丁润河 第三个河是卯身暗河 卯身暗河是身中的耕金河 卯木里长的乙木河也是乙耕河 这个我们要记住 这个暗河和天干六河完全是一样的 当我们理解了暗河的时候 它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表面的 表面的我 银木来磕丑土 食指是用银木当中的扁火 来治丑中的心金 那这两方面在命局如果出现这个组合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情况都要说出来 五亥和 五亥和是亥水科无火 亥水科无火是一件事情 亥中的润水和制丁火又是一件事情 那么这两件事情在算命的时候 我们都要给说出来 我们说出了两个方面 我们就能看得更全面一点 如果我们只说五亥和是丁任何的事情 亥水科无火 我们少说了 那我们在算这个命的时候 就能少给客户说了一些问题 当我们理解了 这个义理是水科火 它内在的是经 这个经是丁火 水科火 当我们知道是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是润水和制丁火 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给表达出来 第三个是卯生和 卯生和 这个很专一 卯生和就是金和制木 也就是金科目 这个是统一和专一 它就是一方面的事 表面是什么样 内在是什么样 卯生和是完全的有表及理 那有些人我们说了 真让人看不透 你这一辈子出事情叫人看不透 那么我们看不透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严丑和 我们从表面看是荧幕科丑土 实际上他心里想那不是那么回事 这就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严丑和 武汉和 是表面是火磕 无火火水磕火 实际上是丁润和 是水 合制火 武汉和 看力量 汉水的力量大 不但能把武火中的丁火磕灭 同时呢还把武中藏的极土磕闪 冲闪 那么谁也是土磕水 当水旺的时候 土也闪了 我们了解这根理 在算命的时候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了 这个命的官是不是极土 如果这个命的官是极土 在原命有害水 并且力量大 我们就要告诉命主 你所要做的事情 不能藏 虽然水磕了火 我制住你了 可是我要用的官坏了 我要求官方的这一方面事情 是不能藏的 所以啊 无论是天干五合 还有地支六合 三合局 地支六川 地支相破 还有地支暗合 都要看力量 这个力量我们要记住 一切都要看力量 上节课我说了 一经啊 它的经是什么 一经的经是平衡 不平衡 就要有祸 就要有灾 今天呢 我根据我们之前讲的知识 还有意经 还有有意理和意经 我举三个命令 在这三个命令里 我们呢就来掌握 怎样运用 我们所学的意理 第一个命 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呢 这群里有学员发了 说怎样区分 是吃黄粮的 还不是吃黄粮的 怎么样区分呢 一定要看这个官 在不在家里 如果不在家里 在年和月 我们一定要看 这个官和我家里的体 发不发生关系 如果这个官没有在我家里 和我家里的体 或者是幼 不发生关系 不是吃黄粮的 是干什么的呢 是打工的 还是自己开店的 看天干透出什么星 天干透出这个星 决定了命主 是打工 还是自己干事业 现在大家看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千兆 千为天 千兆就是难命 这个难命啊 是雾身 刚身 宜丑 雾严 在这个命里 日主 以木 做下丑土 那我们在家里看 家中有没有官 家中有官 起好的作用 我是吃黄粮的 这句话我慢点写 慢点说 大家记 看是不是吃黄粮的 先在家里找官 或者煞 如果家里没有官 或者煞 我们看年月的官 和煞 和我家里 发不发生关系 有没有联系 关系是什么呢 关系啊 就是 和 和 和字 联系是什么呢 联系是 化官生 看一下 我家里没有官 煞的时候 我们看年月 有没有官 煞 年月如果有官 煞 看看和我家里 发不发生关系 发不发生联系 如果和我们家里 发生关系 又发生联系了 命主能承载了财官 那这个人 一定是吃黄粮的 现在我举一个命令 来讲 怎样看 吃黄粮 这个利益啊 是个千兆 千兆呢 月上是官 月上是官 官有源头 有财生 年上的官 用来帮月上的官 这个官 没有破坏 没有破损 这个官 是完整的官 以更和 这个官 是完整的官 以更和 以更和 是命主 他所追求的是事业 他追求的这个事业 是什么呢 是我吃黄粮 我的事业 不是我自己开场矿 不是我自己开店 这个命的官 以更和 官是完整的 和到身上了 就是当官的命 是当官的命 还要看日主 是不是能承载了 这个命 以目 做下仇土 那么 以更和 官 是我想当官 我能不能当了官 我能当了官 因为这个官 是完整的 合到了我的身上 官一定要完整 合到我的身上 我是当官的 我当了这个官 我能不能承载了 承载了就代表 我有没有这个水平 我能不能干了 现在用我们的普通话来说 承载 承载是什么意思 承载就是我能不能干了 有好多人说领导偏向 不提拔我 还有好多人认为 就算是给我领导 我都干不了 那么能承载 就说具备了当领导的能力 能力包括文化水平 魄力 第三方面叫做承载 如果命主承载不了财官 命主合了官 只能说工作变动 合官是工作变动 或者管的事情大一点 看一下 我上节课讲了 说身旺身弱有没有用 有用 身旺身弱有用 他来看命主能不能承载了财官 你承载了一把手 没有权利 只能说是傀儡 顺着财官走 你也发财 你也当官 可是你支配不了这些官 你就算发了财 这个钱也不能由你来掌管 顺的走也能当官 当的这个官 那叫做比较傀儡 说的不算 即便是一把手 我也没有二把手说的算 这叫顺载 成载是魄力 成载财官一定是有魄力 有能力 不是说我说一不二 可是我一定是说的算 这就是成载和顺载之间的区别 顺载财官也当官 当的这个官是胆小如鼠 前怕狼 后怕虎 顺载不等于我不当官 这个官做的窝囊 这个官做的没有底气 那叫顺载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命 这个命你跟何 官是完整的 隐归石上是底结 是我的根能承载了 那这个命就是官命 看到这个组合 我们就知道了 官是完整的 那又是我天干五合 我和官有关系了 我和官有联系了 天干五合 天干五合 是取得财官 效率比较高 效率是什么 效率就是说大 得到的 得到的多 得到的容易 这叫效率 这个命是一个官命 是一个官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官的级别 就像好多学员会说 怎样看级别 那我们看了 那这个命 看看他官的级别 以庚和 我是吃黄粮的 我是当官的 那我的官有多大 我们现在看啊 这个命就是一根合 来合了官了 他就是当官吗 那我们就看他的权力 和他的级别 他的级别是用什么 来取财官呢 是用银中的 银中的银火 来 科 丑中的七杀 至七杀的级别 一定要比 至官的级别高 银丑和 银丑和 是银中的银火 来 合至 丑中的心金 那这个命的 他官的级别有多大 我们看了 刚生 木生 都是生金 生都是金 两个以上未多 多了 见到自己的墓 就进去 进去不等于灭亡 我现在再说一遍啊 不能把它理解成 进了墓 就什么也不是了 不是的 进去不等于灭亡 进去也不等于消亡 更不等于死 进去了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收藏 什么叫收藏 比如我挣了一万元 这一万元 我从我手里点完钱之后 我存起来了 存起来的这个钱 是我来支配 不等于说不是我的 收藏就等于储存 谁来储存 我自己储存 我随时随地 我都能取出来 我都能用 这叫收藏 收藏绝对不是说 不是我的 一定是我的 那这个命坐下是官杀库 丑中心经是七杀 七杀有字叫偏官 整个全命八个字 年月外面的官 都入了我坐下的官杀库 所有的官都入了我坐下的官杀库 我坐下有官杀库 一定让我不舒服 如果说我能治了这个官杀库 就等于我把所有的官都治了了 治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战胜的意思 那我就为王 战胜了你 我就是王 战胜了一帮 我就是这一个帮主 我就是战三之王 那这个命 我们一看年月的官 都入了我坐下的这个官杀库 官和我有关系了 在我家里了 官杀库在我家里 官也是从我家里跑出去的 从我家里跑出去 我又合过来了 这就是吃黄粮的 那他的官质有多大 那我们就看 这一个七杀一定是要治的 我有没有治七杀的能力 我有没有治七杀的头脑和本事 盲人算命 他不叫做是工具 他叫做是能耐 看看命主有没有治七杀的能耐 那么治七杀一定是要用我的体 绝对不能用我的官和我的财 财和官是身外的 那身内的是什么呢 身内的有印 正印 偏印 食神 三官 笔节 笔和节财 这三个是我的体 还有一个 这六个是我的体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路 我的路也是我的 那么想要取得财官 一定是要用我的身和我的体 来取这个财官 这个命贵在了盐丑和 盐丑和是用我的三官来合制上 把这么多的官的头领我制住了 这个命就是一个大官命 他官它的级别能有多大呢 靠大运 从原命看 是大官 那这个命洗什么旺呢 一定是洗我的体旺 我就能承载了 如果我的体不旺 我承载不了 这个命洗火旺 洗扁火旺 我们还要知道啊 止水生了银木 止水生银木 银木旺 扁火就旺 因为银木是火的掌声 那看一下 银丑和 是了丑中的心筋 银木当中的扁火 是命主的三官 三官见官 违惑百端 三官见官在什么情况下 是违惑百端 下节课 下起节课 在以后的章节里 我们讲到了 食神三官 印笔录的时候 我再举例说明 现在呢 我们先看一下银丑和 银丑和的力量 这个命如果说没有银丑和 没有三官来自煞 这个命是吃黄粮的 那么是吃黄粮 具体做什么 看组和 看时尚是什么 时尚是印 还是时尚是笔节 还是时尚是食伤 看组和 这个命因为他当官 就是银丑和 只要丑土静止了 这些官入到丑中 就很听我的指挥 我银木杠了 我就来治你 治你我就上了一个台阶 治了丑中心经 我就上了一个台阶 这个命不喜走 不喜丑出来 丑出来了 所有的官都不听我摆弄了 都不听我领导了 丑一出来 我治不住丑中的心经 我治不住丑中的心经 也代表物身 庚子这一些官 我也治不了你了 我治不了了是术语 现实生活应该怎么表现呢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经历呢 那就是我治不了你了 那就我不管你了 就像过去的 公安局长 你在台上的时候 你是管所有的干警 你退休了 你在港的时候 你管所有的干警 你退休了 这些干警 你再想来管 不归你管了 这个命 喜丙火望 来自丑中的心经 如果这个命 没有严丑和 来自这个七杀 只是吃黄粮的 吃黄粮不等于是当官 这个命能当官 是严丑和 严丑和 是用 严中的丙火 来自丑中的心经 如果呀 我们学员呢 还想要 知道的更详细 说那命主 他具体是做哪方面的工作呢 他吃了这个黄粮 是哪个方面的黄粮呢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看五行了 他具体做什么 具体做哪方面的 一定要看五行属性 脱离了五行属性 我们呢 就给人家说不准 说不透 你具体 你的财路是哪方面的 所以 无论指导命主 你是吃黄粮的 你应该呢 说朝着哪个方向走 都要根据五行属性 离开了五行属性 我们呢 指导了就有偏颇 当我们出现偏颇的时候 命主要走弯路 走弯路 我们很愧疚 也很内疚 所以算命 必须要看五行属性 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部队的 这个命啊 我开始算的时候呢 我根据什么算它是部队的 第一 官啊 五行 是白虎 白虎啊 不是部队的呢 就是公检法的 可是呢 这个命啊 它有了一个银身冲 银身冲 官来科我的笔节 那是什么单位啊 能强制训练呢 能强化训练 强制逼 逼着你每个人都要训练 我一想就是部队的 因为 它可以是公安的啊 有丑土 有酷 但是公安的训练 也没有天长日久 强制你训练 只有部队 站岗 拉链 银身冲 手脚嘛 银木不是笔节吗 在地址不代表手脚吗 在地址更应该代表呢 下肢呢 代表脚 那官方强制你训练跑步 我根据这个项 断的 你呢 是部队的 如果没有银身冲 我要说它是公安局的 就是因为这个银身冲 不断的是部队的 那这个命 是部队的 是部队的一个官 官的级别有多高 治了上 管了这么多人 这是一个团队呀 这八个字 组成了一个团队 如果大运流年再来 再生了我的印的时候 再生我的印 再生我的荧幕的时候 那我一定要超越了团队 团队之上是什么 那一定是一个师 一个军 这个命 在先天命局当中 是团队 那就是团长 能不能再生到师长和军长 看大运 如果大运有帮爷幕的运气 有生爷幕的 有帮爷幕的 这个命还能生 超越团队 那就是团到师 回去以后 我们可以当做作业 这个命的中心点是什么 是不是我的体不能坏 荧幕要旺 荧幕旺我就当官 荧幕坏我就要受挫 或者我就不如意 不顺心 究竟我是提升还是荣誉 再看天干五合 天干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是怎样组合的 这几个字 看一下 这个命 以目 比如以为年 以为年我自己带根来了 那么我自己带根来了 我又来何官 是不是我当官了呢 因为以为 以为是我自己通根来了 我的力量大了 我的力量大了 那以为年我当不当官呢 以为年我能不能当官呢 以为年我原命 你就以命来看 英妻 无论结婚也好 是除灾也好 是喜事也好 是坏事也好 都要看原命 原命的组合 那这个命 以为年以根和 我当官 我能不能当了官 宠未冲 先天命中 淫宠和 把这个丑土一冲冻冲跑了 我 荧幕合不住他了 这就是荣誉 接下来 这就叫做荣誉 这个命就是淫宠和 解了这个和 和到了这个官 那就是荣誉 现在我们能区别了吧 现在能不能知道 什么是荣誉啊 什么是呢 我提升 以原命看 这个命的原命是淫宠和 淫宠和 如果破局了 以目来了 来和官的时候 这就说明 我要当官了 我又要提升了 我能不能提升 探 淫宠和 看丑土跑没跑 丑土是不是在那安静的 听我和我和制他 如果丑土跑了 只能是荣誉 那现在我们慢慢的回味 我们讲了这些 然后最后我想一下子 我们就开窍了 现在说有一些 不太就是理解 或者在运用的时候 有些不熟练 这都是正常的 毕竟我们过去学了好多 那是传统算命 传统算命和盲人算命 还有一定的区别 在这个过渡的期间 我们逐渐慢慢的来转换 这个命不惜解合 只要解合了 这个命就开始有坎坷 那这个命我就制不住了 煞 制不住了煞 我还是团长吗 我还是师长吗 他们不听我的了 那是不是我就不是他们的领导了呢 现在一定要知道 好多时候我们说 杨润和煞威风着 我觉得我们学员不理解 他深层的意思是什么 杨润只要配煞就威武 那么杨润说明什么 这个煞说明什么 我们首先要搞懂 我们一定要搞懂杨润是什么 杨润是什么 配的煞是什么 现在我感觉有部分同学 杨润配煞 杨润是什么 杨润代表什么 杨润说明什么 这一块还不是那么透彻 我会在后面的章节 单独拿出来讲 杨润是什么 杨润为什么配煞 是威风威武 在后面的章节讲 有同学说 身机入库还冲吗 冲 只要他出来就冲 冲代表动荡 冲代表动荡 但如果是更生出来冲 那一定是不好 如果是秉身冲 冲的力量很小 因为圆命是秉心河 一定要会像 幻象 缘命是秉心河 秉身年 幻象 秉柯身金 随缘地质有点变 可是还和圆命 和圆命的组合是一致的 这个幻象 看财富的级别大小 看官的大小 我们要看库里储存的物质多和少 比如命中有财库 财库洗 财库洗行冲 有的命不洗开财库 有的命洗开财库 什么样的命洗开财库呢 一定是笔节救我自己 天干透笔节 或者天干没有笔节 天干合官才来升官 官合到我身上 这样洗开财库 如果天干透笔节 我们一定要寻根基 看这个笔节是我自己呢 还是我和别人共用的笔节 如果我和别人共用的笔节 不洗开财库 开财库 只要财出来了 笔节就去抢 这个还要看工位 工位在家里 我还能得到一点 如果这个笔节 就是从年上出来的 又没在我的家里 就是破财 那么他的财富级别 怎样区别呢 虽然我有财库 我财库里装了多少的财富呢 这个就要看储存了 看入墓 如果命中有好多财 多而墓资 就是说多了就入墓 那么这个命 他命中有没有好多财 多了入墓这种情况 就像现在我讲的官命 这个命官的级别大 是因为这么多的官 月上的官 算是一个大一点的官 还有物生这个官 物土才来生的官 这个级别都不小 都入到我的座下里 官杀库里 我来治 我来治官 我来治呢 就是我的同事 他们我来管他们 在我同事当中 也有当官的 官的级别也不小 物土生的官 物土生的官 官的级别也不小 最后我又来管他 这就说明我的官值很大 这个就是看级别 如果这个命啊 单独就是治一个 严寿和治上 这个官杀库里 没有储存很多的官 那我管的人也少 我的级别也大不到哪里去 因为什么呢 这些月上的官和年上的官 他们已经是地位很高了 都归我管 那我们就知道我的级别有多大 这就是看层次 看富贵的多少大小 大小看他储存的东西多何少 好现在拿笔记 我慢慢说 看富贵级别 一看财富 看财富 首先看财 财 无源头 就是一个上班的 正使工资 他上这个班 是打工的 还是吃黄粮的 看组合 单独和财 不是富人 如果财有源头 财的级别就上升 那他比那普通人能多少有点钱 如果 官是我的财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官杀当财看 官杀当财看 是我们算命用的术语 官杀当财看 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这个命 他要合制这个官 或者 官来生硬 这个财富的级别 要比合财大 那就是中上等 如果有库 库的级别 要比 自财 自官的级别 就要高 还要大 我讲的是负 如果库里 没有储存 是中上等负 不是大负 开了财库 也不是大负 因为 他的仓库里面 储存的 财富少 怎样看大负 那就要看 他的仓库里面 储存了多少的财富 储存了多少财富 那就叫做收藏 存钱 怎么叫做收藏呢 元命 一定有 两个以上的财 在元命露出来了 如果天改有财 地支有财 在同一柱 在同一柱 见到他们的本 木 入木 入木 就是我的木里 财富又多了 这个木 又叫做库 仓库 粮库 财库 又多了 当我的库里面 财富储存的多的时候 我来开了这个财库 我开了这个财库 就要比没有储存 那么多财富的这个财库 富贵级别要大 怎样看这个库里 这个财库 这个财富级别 一定要看储存 什么叫储存呢 那就是说 同样你家有个仓库 我家也有一个仓库 你家仓库里面 放了好多的财富 我家仓库里面 就放了很少的财富 那也叫库 多和少都叫库 都叫仓库 那么仓库里 装了多少的财富呢 这是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都知道的 入木 木里面装了多少 你开了以后 你得到的就多少 你木里头只有 你库里面只有 这圆先天 先天的这点东西 没有在往里头 添 没有在积累 你开了这个库 你也不是大富 你也付不到哪里去 那么怎么叫做 我经常的存钱 我经常的收藏 太原命 有没有两个以上的财 来入木 如果地支有两个 建了木就入 如果地支有一个 天干和地支是同一五行 一定在同一柱子 建了他们的本木 入库 入了库 这个就看出来 这个人只要开了财库 他的财富就多 这就是入木 的看法 只要命中有财入木 这就是存钱了 人家就能存住钱 谁能存住钱 你看他的命中 有没有财 入了他的财库 如果有财入木了 那叫存钱了 存钱了 没到开财库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往里面存 现实生活也是这样 他光存钱不舍得花 人家那就是存钱了 人家这个卡里的钱 就要比我这个卡里的钱要多 那有一天我想把我这卡清空了 我取的钱 我一千人家现在到了一百万 那这就是财富级别 这会儿可以了吧 财富级别 这会儿能不能明白 对 一定是圆命有的 大运流年来了 也可以 大运流年来了 比如我地支一个财 我大运流年来了 又来一个财 两个财入木 入木这个时候 不一定就是我有钱存起来了 也许我学技艺了 我学手艺了 我这手艺我储存 到了一定的年头 一定的时候 我用我这个手艺也赚钱了 这个存钱不单独立是存人民币 有的时候还是存你的技术 有的时候还是存你的口才 那看这个字是什么 只要财库开了 我之前花的这些钱 都能几倍几十倍的回来 这就叫储存 现在看财富级别 现在明白了吧 光说入木入木 我这么长时间我没有搞懂 还有的同学问我 老师怎样看财富级别 我就没有搞懂 那怎样看财富级别 我们都在说入木 那都在说入木 那怎么就没有用了 后来我忽然间 我恍然大悟 但是我们有些同学 光知道入木 不知道代表什么 现在我这么讲 我这么比如 我这么比如 我们就知道了 入木代表什么 入木收藏就是存钱 那你看人家圆命当中 人家存了多少钱 人家开这个财库 那就是富贵级别 你有财库 我有财库 咱俩同时都开财库 我财库里头储存的物资和财富 没有你的财库里储存的多 那咱俩都去发财 那是哪个人发大财呢 哪个人发大财 那一定是人家储 经常往里面存钱的那个人 人家到大开库的时候 那财就大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光库是不是也是一样啊 看官的级别大小和看财的级别大小 是不是完全的以此类推 是这样吧 同理 一定同理 那这个命 上面讲究官命 那这么多的官都入了木 我来治你 我是管官的官 你说我的官的级别大不大 是不是大了 好 同理 以此类推 那财库储存的财多 财富级别高 官杀库当财来看的时候 官杀库是财库的时候 那更大的财呀 就像豆腐老的命啊 豆腐老为什么他有钱 是他储存的多吗 他这个不是 豆腐老这个命是他八方尽财 八方尽财让他有钱的 他真正的财库里没有那么多的钱 可是呢 人家三方八方尽财 人家四方尽财的时候 就是负命了 再开财库 是不是就是大富了 我们是不是要结合八个字 全面来看 所以在算命的时候 不要啊 顾前不顾后 一定要前后都兼顾 刚知道了 这个人啊 圆明这么多的财富入了墓 他没有开墓的这颗神 是不是这个人 什么心情 着急吧 整天想发财 这就是挂到嘴上要发财的人 他能不能发了财呢 你开不开库 开不了库 你库里再储存了再多 一千万一万万 一个亿 十个亿 等于零 你不能用 那这个人有没有层次 看他有没有开库的 这一个对应的神 冲和行 如果啊 圆明没有 他这个时候 他一定是着急焦虑 焦虑干什么 要发财 整天要发财 他来找我们算病 那我们就会说了 你长天要发财呀 你看哪都是财 等你去做的时候呢 你只能是挣一个工资钱 你挣不了大钱 因为他没有来开库的那颗神 如果大运来了 他的库里储存了这么多 那大运来这五年呢 那人家就能 这五年时间 他就能得千万亿万 那就看到扣大小 就算是大运五年 人家就能 这五年就能发财几个亿 因为存的多 那如果大运不来 他甘存 他也许到这一生结束了 他也拿不出来这个钱 拿不出来这样钱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能吹 这人特别能吹呀 一天五五玄玄的 干这个干那个 是他吹吗 他真存了东西了 可是呢 他真正想要拿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他有对应的这颗神呢 那就叫做天助我也 天不助我 你白搭 什么叫天助我也呢 那就是大运 大运来了就助我 大运不来 我有十个亿白搭 我捞不着花 我原命有开财库的这颗神 逢流年就发财 原命有开木库这颗神 逢流年来我就发财 原命没有靠大运 流年来了只是一种现象 你发不了什么财 只能比前些年和后几年能多得点钱 但是绝对不能发财 大运很重要啊 如果原命就有 对应的神 流年来了就发财 这一年啊 这一年挣的呀 那就是百八十万 或者是几百万 有的人一年呢 这个赚个七百百万呢 真有啊 我们学院当中就有啊 我们学院当中就有 就炒股 那一年就能整几百万 那就是这个命 他储存的多 他原命又有这种能力 这颗神 逢流年他就发财 那要是赶上了这部大运 那就厉害了 把财库的东西都能拿了了 那原命没有啊 这颗神 你逢流年的时候 你只能打开一点点门 能取出来一点点用 那这一点点 就像古人说的似的 受死的骆驼啊 大运马 人拿这一点点 可能比普通人 正 十年的还要多 因为他的库里东西多 他敞他一点缝 就躺出来了很多 那人家要是说 拿出这一点点 也比普通人强 什么叫做储藏 我们终于啊 我想今天我说清楚了